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视频,这次来狩猎牛仔 圣星月狩猎牛仔 开局这边看见一个 没看清啊 听见一个洞的声音 祭司 牛仔也在这边 那我们先抓祭司 祭司感觉是个老祭司,打的动都是长动 这边稍微贴了板子近了一点,没关系20秒闪现 他这块板子会下掉,怎么踩 踩完以后跟他绕两圈,交技能或者闪现 乌刃好了闪现也好了,乌刃先打,能留闪现把闪现留下来 好的,看耳鸣,没有耳鸣 傭兵的位置大直清楚啊 直接就 挂上,然后去找佣兵 佣兵在这里 第一台电机 交了货币 这不会有插刀吧,这也有插刀 哇,我这刀距离拉得好远 这插刀吃得很亏啊 这样的话,倒在这里 电机干扰不到 佣兵半血 就进挂,就进挂,赶紧挂 然后应该是牛仔来救或者 调香也有可能 这还真不好说 耳鸣在 这边旁边可能有人 诶,耳鸣消失 在这里 这个点有耳鸣 看见了牛仔过来了 哎哟 我的妈 先拿一刀 先拿一刀 然后闪现补一刀 这刀误刃吃得好亏 诶 没勾到 下我板子还想 先把这人挂死 然后这牛仔不管 去管一台电机 这台电机比较关键 这里应该是调香师的电机 哎哟被他开掉了 打中 好的 好的 那么我们要看最后一台电机在哪里 再修了 不能追 所有人都不能追 哎 这把还是被牛仔干扰到了一下 也不算被牛仔干扰到吧 而是那刀误刃被他跳过去了 有护臂的一个傭兵不太好抓 但是一定要管 待会儿切传送 先切了 准备打开门战了 踢墙这边守一波 护臂都不肯交 啊 护臂都不肯交 现在他们全是半血 首先他们要摸好才能来救 我有一个时间来判断他们的位置 看一下 目前来说两个人可能都在废墟附近或者在医院二楼 所以耳鸣压出去 看一下耳鸣 有 应该在这个方向 耳鸣消 这里有 过来看见了 这电机应该还没好 牛仔看见了 嗯 好的 这波 他们两个人来救 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只有是互相摸好 重新开台电机 然后压死救救佣兵 有机会能保平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